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们问这个问题很大 那个书生是专修的 不过我告诉你 不只修佛的人修佛做得到 道家的神社也做得到 修佛家也做得到 你们读书太少 譬如讲大书 这个文学儒佳在家呢 宋明理修佳儒佳 都大书中庸不出家 也不收佛 也不收到 就大书这一辈子 我得发这个路线 也好几口就到 譬如有名的陆庄园 他等一 Qui пол西乡 靠一出去예离 靠清壦了 不去乖 他 久远过这个路线 靠 红鞋炉 他能死了以后,久得死了,可是后几个月被他们在别的地方碰到他了,他讲话,他不晓得他死了。 哎呀,庄月,你怎么在家里,是啊,是啊,来玩玩的,你们家里多好嘛,多好嘛,就讲这个开吹话。 最后回到家里说,他已经死了,这个月了,怎么碰到。 这是儒家,也有句子,很多的。 这就是生命的真我修到了,怎么修到? 就是大修知道,姿子了后定,定了后能静,静了后能安,安了后能律,律了后能得。 打得,就打到这个正在。 没有什么稀奇,可是要专收。 在家有男女关系,有家庭关系,可不可以做到呢?也有。 大家读书太少了,中国历史的这些人也蛮多的。 有些我说,看到我说一辈子读书,我最佩服是乡下那些老太太,老学生,老头子,一个子不认识,勤勤恳恳就一辈子老实人。 说,阿婆,你这样好苦,好辛苦哦。 没有什么,你们好啊,我们这个命嘛,认命。 命就是这样,不苦。 我不苦,认命,命好,我的命就是这样。 就是这一年信仰,情意净胜,都做到来去自由的很多。 最怕是抢我们大家到通不通, 尤其现在的人受的教育,似是而非的。 知识很远步,欲望非常大。 生在这个时代大家很有福报啊。 这个枯手发展,你看有这个灯光,有这个建筑。 以我来讲,就梦都梦不到。 我也乡下出生的。 从小读书,哪有电灯啊? 也没有煤气灯啊。 是三根灯草。 是三根灯草。 青油灯草。 这个下面都说的。 那面小的学者看到这灯。 是三根灯草。 我们当时后来听说天灯要飞机。 不叫飞机哦,叫飞冷机。 好奇奇怪哦。 外国有人,或者天灯飞啊。 后来听到飞过来叫飞冷机。 轮船也没有见过。 我们的海边人。 后来听到海边呼呼呼呼呼。 船体跑出去看。 火轮船来了。 你看这一百年。 某种小的在原始的最古党的生活里头出来。 到现在人都上天了,到月球了。 这一百年的变化。 所以你们生在这个时代呀。 知识很多欲望越大。 然后又相愁。 大座臣服直到生死来几年中了。 所以我看来这一代人更困难。 困在五指享受。 求命求力的身。 什么也不要? 要健康、要卫生吃东西。 这个是为他命。 这个是为你命。 这个为我命。 有这个不营养。 那个营养。 我们哪里想到这样。 人家水呀干净。 我就想。 我那个地方水呀。 就长得很。 下面湖里头。 下面是马桶。 下面是米呢。 我还这样长大的。 我说从来没有讲这个卫生。 吃饭的。 我常常一起去盖一盖。 下面是狗啊、猫啊。 把骨头挫在地下。 狗啊、猫一起吃的。 我说我从来没有做到什么不好啊。 再说你看菜墙里头买菜的。 有些穷苦的去买菜。 小孩子一样在菜墙里头, 然后那个银沟水比它爬来爬去。 一脸都是黑的。 长得非常健康。 倒是大家太讲究了。 很多病。 这个死的这变化差得太远了。 所以我们到生死问题跟你讲的。 因此要求这个容易点。 当然我也没有死。 我现在什么经验左右。 还有个经验还没有。 我还没有死。 当年我们跟日本人打仗, 带兵的时候, 我一个朋友, 东北人黑龙江人马战三代参蒙奖。 十九岁出来做倪勇征打日本人。 我说你怎么从你们东北人当时 给日本人冷卸了多苦, 哼死了。 他说我起来十九岁, 准备打日本人。 拿一把斧头爬到城上, 看到城门口两个日本人背到枪。 我们要做倪勇征, 没有枪没有弹。 我拿一把斧头三个人爬到城上, 看到两个日本兵站在那里。 到了半月, 我这下面一把斧头跳下来, 就砍死了一个日本人。 这一斧头又砍死了一个, 两个枪拿来开始的。 非常勇敢。 然后讲到生死问题。 我说你老兄娘, 我真好佩服你勇敢, 没一起带兵啊。 哎呀,他死有什么可怕。 他说我把谁打架, 死有什么可怕。 人生许多是经验, 我现在什么经验都有, 就是缺乏一个经验, 死。 我正想求这个经验。 多可爱啊,他。 结果我还有机会看到自己怎么死, 希望打仗死人战强了。 抗开经我的讲话, 我们一别吃饭一别谈。 不是吹牛的, 都太真话。 很了解这个运势。 哎呀,最后到晚呢, 自己还受不了欲望的诱惑。 哎呀,我就笑他, 你有千针、买马、带兵、打仗, 不怕死的真念, 就受不了无知欲望的隐忧。 我将他打, 两个眼泪掉下来。 那, 然后我守住他, 然后我守住他。 他, 将来有个不好的时候, 我要他债掉。 他不肯债, 我陪他, 七天七夜, 把门关起来。 不准他一步离开我前面。 不肯债的欲望, 抵不住生死。 这就很严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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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研究所在这一步。 这就很严重了。